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熊坛,你也扶妖吗? 你也扶妖吗? 剑出有名,须得是光明伟络,堂堂正正 扶妖第一人 这个地方不错,适合我们休息 我们是谁? 自是我,和我的剑 自诩正脑,便是那影子都不能怪玩 若是哪天占YM 我的剑,可要把你消職了 哈啰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師 希望你的频道,就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 就追踪我们的IG FB 追踢Bilibili,还有Discord 好,今天要介绍 这个念小倩篇的 最后一位角色 念刺侠天赋 然后高频群体伤害 群体对敌牵 扶妖智有妙法 然后 观看前面的PV的动画 我就觉得 燕志祥好帅 真的超帅的 好,那 我们来看一下吧 他的 属性跟技能的部分 好 然后CG图是长这样 我觉得很帅啊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不好看 反正我是觉得很帅 好 燕志祥属性是雷 不过先说啊 因为蛮多人觉得 燕志祥应该是要火属性的 那为什么变成 为什么 为什么制作组变成雷 我就不知道了 好 那 狮子俠克属性为雷 他天赋的部分呢 是指电清风 那 战场上面 没有一个敌人受到暴击 获得一层 暴眼风的状态 持续两回合 那这个状态是 伤害和暴击率可以提到 5到7% 最多三层 那 本回合 如果释放过绝血 行动结束时 对一圈内收的电 造成0.15倍 到0.2倍的范围伤害 触发之后 会移除一层 我看一下哦 那这个 暴风眼啊 这个应该就是指 呃 要获得这一层啦 那只要每个队友 不管哪个队友啦 反正只有触发暴击 就会叠加在 燕志祥身上 看起来是这样子 然后 看一下哦 然后最多就是 提高到 7%吧 2 然后最多三层 最多三层 21% 然后 如果主动 行动结 哦 哦 他说 本回合如果释放过绝血 就算了哦 不用进入到战斗 所以只要放绝血就可以了 然后 不论攻击不行 那就行动结束时 会在 这个 造成暴风眼的伤害 我看一下这话说怎么讲 OK 场上的敌方每做到一次暴击 就威焉之侠继续一层暴风眼 呃 OK 然后这个伤害是物理伤害 OK 好 那特色技能 金雷闪 对范围内的所有敌人造成0.5倍的伤害 好 AOE 然后并获得P甲的状态 我看一下哦 OK 然后持续两回合 每造成一次暴击伤害好 该绝血冷却时间减少一回合 每造成一次 OK 有点像那个 玄机的那一招AOE 有点像 但是少了P甲而已 诶好不赞哦 放完AOE自己又加P甲 还蛮不错的啊 好 再来 策划说是指说 有舒适的范围和打 打出暴击后 可以减少冷却时间的能力哦 而且附加P甲的状态哦 OK 再一个技能哦 是名神洞 OK 范围计 这个范围有点像天剑 天剑的范围 主动使用的时候可以选择 并 传送到三格范围内的一个指定空格 那传送前吸在两层暴凤眼 狀态则或者再行动 哇靠 我看一下啊 那 哦哦哦哦哦哦哦 站到这里然后选择 然后又回到这里 然后再爆 这个意思吗 哦好帅哦 还蛮帅的啊 我看一下哦 主动使用选择并传 哦哦哦 这是传送技能啊 看懂了 对不起我也是攻击的 是攻击吧 我看一下 主动使用 哦它是三格传送技能啊 那暴凤眼打到两层面出发 这个技能可以实现 呃 配合天赋的放电技能 OK OK 就是位移技啦 是吧 主动使用选择并传送三格 放电一个指定空格 哦传送 这个就是传送对不起 我刚刚以为看那个 这个范围以为是攻击招式 好 再来是 夾中剑 霞中剑 对方我念所有的敌人之后 0.5倍的伤害 对距离越近敌人 目标暴击越高 最多可以提高30% 并转化为 并转化受暴击的目标 最多可以到30% 哦 也就是说 站在验刺甲前面这一个 受到暴击最高是30% 然后并转化 并转化受暴击的目标 期待最多两个犹豫状态 为 电流和流血状态是两回合 好 策划说是五格直线的范围近 叫金雷莎 因为有较远的射程 较高的暴击能力 OK 再来就是 他可以对暴击目标 反转两个犹豫状态 就是 敌人身上有两个buff 然后用了 狭冬箭 暴击敌人 那他可以转化成 转化为 电流和流血状态 还不错 好 再来是 风雷勇 向前穿刺 哦 这个又向前穿刺 哦是大招 向前穿刺并达到 作用范围 四格 最远到达的格子上 对范围内的收尾电 造成0.7倍的伤害 伤害 伤害并造成牵引 然后并获得神速 持续一回合 那牵引是位移到 以施加者最近的随机位置 OK 然后 神速 遭受 攻击对战中 可以先 先发动先攻 先攻最多发动一次 那遭受攻击 对战后 如果一圈圈在敌人 触发并消耗一层暴凶岩 哦 那是要七滴技啊 不过啊 这个动画还蛮帅的 真帝 这范围几个啊 看一下哦 大范围伤害加自身途径 牵引敌人的七滴技 然后 群体对 对敌牵引的人力是独一无二 吧吧吧吧吧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啊 不过这个 呃 牵引也是位移到 施加者最随机位置哦 呃 感觉是收割用的 要不然艳势侠进去也是挂啊 对不对 好 进去之后再放那个 他的天赋的暴 暴风炎这样 好 还有战阵齁 所以我觉得艳势侠应该是要抽了啦 好战阵是剑胆 心持症 算是艳势侠的咒势助游 你看 完全绑死了 小倩跟那个 逆踩层齁 跟之前那个 那个 李肖尔 李肖尔那个 政法一样 好 基本就是提高15% 那三格内每多一个角色齁 好伤害和暴击率提高2%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因为这个政法就是为了 那帮助艳势侠 多增加暴击的几率 好 那这边策划说看一下 反正 艳势侠就是一个 高频伤害 好这边写高频伤害 雷属性绝品俠客 然后有比较高的这个 群体控制能力齁 那有方 队友可以帮忙打这个暴击 帮艳势侠的天赋 然后把他冲人啊 冲那个 那个暴风眼的陈速齁 然后可以让他一直不断放这个天赋的电人 然后再来就是7DG齁 然后侠中剑的反转有益的状态 我觉得这个 侠中剑打PVP还蛮适合的 那 PVP1的话打谁比较适合啊 暂时没想到 暂时没想到 不过 如果艳势侠去打那个冰窗 应该蛮好打的齁 我觉得蛮棒的 好这边有技能组合 啊技能组合大家就先参考啦 实际还是要等 实际用过 诶会比较清楚一点 那这边技能组合就参考用一下齁 不过看起来齁 他的被动 我看一下被动是什么 诶他有被动吗 诶等一下 诶他好像没有特别讲被动诶 他有被动吗 好像都是主动技能诶 他介绍都是主动技能 诶对诶 他被动是什么我看一下 有被动吗 冥神动吗 诶可是冥神动不是主动使用吗 我看一下 主动使用啊 诶所以他消耗一点内力就对了 哦 哦 哦 主要就是可以传授 然后 词加帮我演之后 又可以再行动了 嗯 主要是再行动这个 这个东西 那这个如果这个是消耗 需要一点内力的话 那这个就是常驻了 我看一下是不是 明神节明神节明神节 对常驻了 好 那火神石的部分 这边推荐狐虫跟罗鬼 如果是我应该带罗鬼 好 那 晕智侠 有战阵 然后高暴击 天赋又有自带这个群伤 那各位要不要抽呢 那就 交给各位自己去判断了 那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 记得追踪我的IG FB Twitch Bilibi 还有Discord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大家晚安 拜拜